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有些城市很舒服修行的 鲜儿也不错 还有修行的道场 比如你去中南山也有闭关的地方 也有出家有私院有官方 在市区又有热闹繁华 你想看啥鲜鲜 基本上都具足 有些城市你说去找一个古道场 也很难找到 猪海它是个海盗比较小 你找的寺院也是现代近代建的 没有就是个现代化的都市 就是这样 但是这些古都 你什么样能找到北京啊 这些大人的古都 文化方面你想找什么都可以 甚至你学琴琴说 学什么你都能找到老师啊 是 不错 就什么都方便 其实修学很方便 很少去寺院 这么多年 虽然在潮湿大佛教圣灵 基本上在外面自己住房子闭关 很少去寺院 这么急 寺院师傅啊 佛教协会这些 很少都是 嗯 嗯 接着 对出家人接的缘反而少 真的是 你说 你接着 我还是山西省佛教协会的理事 每年开会嘛 换家 什么去开会一起 五台山的那些出家人 放帐都是佛教协会嘛 都一起开会啊 嗯 女的少嘛 都是老房子 都是女的 男的 做一期开完会 都留了号码或者什么 说哎 要去世去我们那儿啊 什么 早很忙的 现在起不得了 嗯 出来没起过 我不太喜欢 公贵局局的修行 我觉得挺累的 就是 可能 嗯 进去了上早晚课啊 坐又坐下 我觉得 嗯 但是约束 有时候需要威仪 需要 我觉得自然而然 随着你的心的宁静 自然散发出来 然后是 身口瘾 然后再收射的那种东西 嗯 自然威仪就出来了 尤其现在年轻人 你直接把它关在那儿 关不了几天 好 嗯 射心 始终是大成了射心理解 但是 但外战的也需要 我不想当时住寺院 就是寺院 就是那种包管的态势了 就是 他必须几点 他必须几点 因为你当时已经实修很久了嘛 你的时间跟寺院没办法相 所以我不愿意住寺院 你住寺院一定三点起床 四点起床 然后去上早课 嗯 但那个时候可能你起来去打静坐 嗯 或者说你可能三十点才开始睡觉 嗯 可是 可是喝不上 嗯 我看师傅的悲观日记 你能说 做起每天早上 起来时间也必须是一样的 有时候会 但是 其实 就像中南山跟我 闭关十多年 十几年 就是休息 根本就没有记过 就是这种日记啊 从来不记的 嗯 就从初开始休 因为我觉得没意义 因为每个人的休息是不一样的 进那些有什么意义 还有产丁境界 我觉得没意义 所以从来没记过 嗯 那么多年走啊 一直去 去我各地不断的走 只是到那是最后的闭关了 就是然后师傅跟我说 你随便记点东西 可能有人跟你在休息或从未来会一样的时候 就算他跟你修的不一样 但是他觉得 在你的闭关日记里看到了你曾经休息的一些东西呢 所以大家有用不明或者是觉得 哎呀还有人跟我一样这样修过 他会有有帮助 嗯 那师傅呢我就记了几个地方的 短期的就聊 那而且呢 出版的时候也是 那书出版的时候就修三了三分之二 剩下三分之一放在上面 嗯 就有些就是太神通啊 什么这些境界就没写 就是因为你记录的是每天你发生的事情 嗯 其实对我来说 我每天就活在那种境界里 你就不觉得他是什么神神道道不觉得这些 因为你在那个 你从早到晚就是在那活着 就在那个状态里活着 嗯 你不觉得是什么 但是你要是冷不掉有个人看 觉得你这里边写啥呢 那就是 但是你却是自己的日记啊 你今天就是从早到晚就是这样生活的 嗯 你看见的听到的体验到的就是那些 嗯 那就 我就想来一下就随便接点吧 就 其他的就没什么意思 嗯 所以按照中医养生的原因来说 你说晚上睡觉 睡觉 睡觉 是不是您也没有这样子 对修道人来说 不要去刻意这样 就是你永远要去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你的修行时间 嗯 还有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定位 嗯 都有道理 都是 中医养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所有的都有道理 都是说被 普遍的人这样子 但是你修行本来就已经特别了 嗯 每个师兄者都已经走走走 你已经是出三界的人 你肯定是 你的身心气嘛 你的心态就跟世俗的不一样 你的心已经 已经不是正常的心性 就是 你不追踪这个世界五月之路 你不是满足自己欲望 你是想处理欲望 嗯 你本身就是逆道而行的了 是吧 你这种逆 你本身就在抗衡了 已经 你逆着自己的习气欲望在走嘛 你就逆着共业 逆着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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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回走 你就出三界了 想出 最起码出三界 这本身就你已经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所以你不能爱常规来 嗯 你不能听他们说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就不适合 你心态不对 嘴的来说 那个时候是你心态不对 不是人家 大家 大家都活得像个人 你不想 你知道吗 你不想做人 你想成佛 你不想做人 你说做人做够了 我要成佛 那好 你可能在修正的禅典之间 你逐渐的天人 你可能身心很清静的时候像天人 或者是 虽然你还没死 你的身心气慢 你的心态已经是那样了 你就像你在官房 你清静到什么时候 就是简单 刚开始修行 你在一个官房 你每天不吃东西嘛 不吃不吃 直语壁骨嘛 壁骨你清静 最起码你身口一清静 清静到 你每天吃一个苹果 然后咬到苹果 那个味道 就像一啃到了树干 就是啃苹果 你都觉得不够清静了 那个苹果的味啊 就是 就觉得你在啃一个木头 就是 那个味道 就是那木杂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说 苹果里面都能吃出熟气来 就是 那种渴求 那种重建渴求 到了极端的味 就感觉这个地方很脏 感觉自己也很脏 闻到气味也臭 身上啊 闻到哪儿也不行 它其实是你在 在主界进化的过程 其实有点偏 但是你确实不像个人 你那个时候走出来 很难生活的 是不是 就是你在追求贴 就是贴鉴的那种 你在光明镜里面租久了 又更又进化了 就是有点偏了 什么也吃不了 什么也看不了 什么也受不了 但你很快就会 你一察觉这个 你就开始进入分别 开始刻意的行为分别了 然后你就有意的觉得 这个东西脏 你就 哎 这个是自己心里下出来的 这个不可能是脏 钩筋是你自己分别的话 那你就 主动把这个手 放在这个构的上面 取这个构 然后就觉得 哎 反而是挑战 但是 你刻意的嘛 但是随着你构进的一个 解脱 这个分别心的解脱 不是说 就是说你还是知道 他叫构 但是心不会颤抖了 在这个构里面 心不会觉得 哎呀一下子 你根本就不能接受的那种 你能够慢慢慢慢的接受 平等的接受 或者有一天 你心中在不再有构进了 但是也就说这个脏 这个不脏 还是有分别 但是眼睛分别 但是有分别像 但是心不分别的时候 那构进就 会影响你了 那个时候你继续去静 你不一定取够的 你当你心不分别的时候 不是说你还得去躺在 就像修普鞋 躺在大便上 去躺在这个 或者你在这个世界上 还非得去那个够 除非你未来留意 你可以选择那个静 就是选择你的生活方式 有时候你的智慧不圆满的时候 你就这样选择了 也没问题 那就是你的智慧 你无怨无悔好了 那在不同的 时阶段 你会有不同的选择 有时候别人说 你这个选择太倒霉了 你怎么能那样选择 你选择了 那真的是太差劲了 但是那一刻是你的智慧 因为它迫是你的执着分别 所以无怨无悔 没有什么 把自己放在修学者的位置上 或者如果我们大成道是修菩萨道 把自己放在菩萨的位置上 因为每个人一开始行菩萨道 你都把自己放在菩萨道 菩萨的位置上 然后去过自己的四指 这就是修行 不停地绝择 不停地破分别 破执着 不能跟一般人一样 你是菩萨道吗 有时候自己做不到 其实做得蛮失败的 蛮舒服的 就说 我不跟他一样 但自己哭起来 还是稀里哗了 自己烦起来 还是那样 他吃饭一饭了 其实更厉害 有时候 脾气爆发了 更厉害 马上忏悔 过去就绝招 忏悔 然后马上去改正 是吧 就那样 修行者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不要去抱怨找别人 这个蛮重要的 一直到我们成道 是 不 és 不 有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